串联医疗与关怀 串联医疗与关怀 谈风送暖期以来 这个疫情将近三年的期间 这个社会发生了很多变化 那现在疫情慢慢的散去 我们西美医疗体系 觉得应该要对社会多一点关注 那最快的方式就是用爱来修补这个期间的差距 所以我们在今年12月 我们特别定为奇美医疗体系关怀院 那我们三个院区一共拨款1000万 来做这个关怀弱势的活动 那三个院区都陆续展开流动 比如说有人院区 他们在12月24日 会在富山口水库 办这个1500人士的建筑 那大部分都是病友团体 还有这个洛事的团体 那也会摆摆来这个增加大家彼此之间的爱跟关怀 那我们希望这个奇美医疗体系 这个只是一个抛砖领域 有更多的企业 更多的这个三星人士 来出来帮忙这个弱势的团体 在这个岁末寒冬的时候 让大家感觉到以前这个疫情 疫情的这个温暖 南化啊 预警啊 欺负啊 欺负啊 欺负放一些物质 那 这个 就是个饮养品 就是饮养品 这个大北区的那个6个乡镇 他们也都是花冥肺啊 花银银银银 这些 这个 这个物质到 比较弱势的团体 西美医院还有所有的西美医疗体系 我们的设立的忠实就是希望你共备 会往台南的乡亲 那在这次的 李医生 大家都觉得 疫情的影响 难得都很辛苦 醫院在可以做的辦法裡面 我們希望說回饋給我們這些民眾來照顧他們 那我們想做的大概都是希望能夠到位 民國弱勢的民眾 當他們生活上比較困難很辛苦的時候 他們需要什麼我們會去了解 並且把這些資源盡量送到他們的身邊 讓他們能夠得到很好的資源 能夠過個好年 除了這些以外 我們也針對我們目前服務的民眾 保護一些慢性疾病的病人 像糖尿病的病人 腎臟病的病人 我們也希望在這段時間裡面 可以這些病人做一些回饋 讓他們在就醫的過程裡面 就醫的照顧裡面 以及他們長期的服務裡面 都能夠得到妥視的照顧 讓他們也覺得說 醫院是關心病理的醫院 健康醫院的醫院 謝謝 好 那個 睡夢寒冬了 那流言其美程序過去一直照顧 地方弱勢 弱勢團體 還有一些弱勢族群的精神 那在這個 睡夢的時候 他舉辦的這個活動 那 這個活動 除了程序過去的 一些既有的照顧弱勢的 一些 活動 比如說 呃 偏向的 就醫 之外 我們還 在這一次的活動裡面 特別 把這些 呃 需要 關懷的 弱勢族群 呃 比如說一些 日照的 呃 佛巴善 佛一善 呃 他們 還有一些在居家 平常比較少出來的 一些 呃 阿公阿嬤們 把他們 帶出來 呃 呃 舉辦一個 呃 類似 劍走的活動 呃 呃 從家裡 呃 平常比較少出來活動 把他們 帶出來活動 進步活動 活動一下 啊另外一個 還有照顧 這些 有一些比較弱勢的 小朋友們 齁 我們也 做了一個 所謂的 呃 又應展示計畫 呃 平常 因為可能他們 人事員比較少 比較 呃 呃 帶他們出去 坐高鐵齁 去高雄 見一下 那個市面一下齁 欸 我們是希望 藉由這樣子的一個 活動齁 那促進 這個 社會的一些 和諧 齁 那 屬於利用齊美的這個力量 齁 能夠照 照顧一下這個地方 分的一些相當比較弱勢的 工作 謝謝 那齊美醫學中心 那麼 我們在這一次的 社區關懷樂的活動裡面 那麼我們主要有成人 跟兒童 那麼到偏鄉來進行疾病篩檢的一個服務 齁 那成人的服務主要是我們要來偵測 是不是有成年人 老年人 他有心律不整 尤其是這個心防戰動這種危險性的疾病的存在 的一個篩檢 那我們會到 契谷 將軍 這些區域 去做這個成人的這個篩檢 那麼另外 我們在精神疾病上面 這個 思覺失調症的這個病人 那麼他的家屬 那麼常常是需要獲得很多的關懷跟支持 那我們會對病人跟家屬 來進行這個關懷跟支持 那麼這個是也是在成人部分的一個 一個特色 那麼在兒童的部分 那麼我們也是會下鄉去做篩檢 那第一個是先天性心臟病的篩檢 第二個是喊病的篩檢 第三個是這個過動兒的這個 這個教育跟支持 我們有一個過兒遜容的活動 所以我們這一次會到 下鄉 那麼我們會做身心靈 成人跟兒童的一個關懷 謝謝 祝大家明天有一刻好健康 因為這三年這個受疫情的影響 大家彼此之間的關係距離會比較遠 那這個社會也會缺少比較社會資源來關懷 那特別在這個三年疫情這個當中 那我們覺得應該要來修補這個社會的溫暖 所以我們在這個月我們特別定位 其美醫療體系的社會關懷院 那我們在這個體系裡面拨款一千萬 那由三個院區來舉辦各種的活動 那特別是對針對的對象 特別是對弱勢的團體 偏鄉的這個低收 還有我們這個病友 特殊病友的關懷 那這些活動都已經都續展開 譬如說總院的這個 和健和病兒童的這個關懷 這些小朋友都很高興 那柳園院區他們在12月24號 在霧山口水窟有一個大型的活動 差不多估計有1500人參加的這個大型的建築活動 那這個目的也是關懷這些弱勢的團體 跟我們的病友 讓他們有一個溫暖的一個冬天 那家裡院區甚至到比較弱勢的家庭 去送棉被 要去送一些營養物質 讓這個用愛跟關懷來彌補 過去這幾年疫情的當中 大家比較少感受到的 讓我們這個社會能夠恢復這個溫暖 讓這個在寒中的時候呢 讓弱勢的團體可以感受到溫暖 那我們這個活動也是拋磚引玉 我們提拨1000萬參數 所以我們講這個社會的資源應該還有很多 應該有很多人還會出來幫忙這個社會 我是總院企劃管理部的主任張修維 今天跟我來跟大家說明一下 我們今天的主題是串聯醫療與關懷 寒冬送暖奇異來 那如剛才我們邱榮院院長所揭示的就是說 在過去疫情期間 如各位所了解的 那很多關懷弱勢的活動 難免都會受到了影響 那我們在這個疫情逐漸在解封 那我們在進入睡過寒冬之際呢 那當然奇異美醫療體系希望能夠率先 能夠出來做這樣的一個關懷的活動 那我們今天做的Slogar大概就幾項 第一個就是讓我們整個醫療體系 各位所了解的 我們不管是我們的三家 因為在大台南地區 所以我們取自於台南 當然還是要回饋台南地區的鄉親 那我們擴大回饋的對象呢 也不只是我們的病友 我們還擴大到他們的家庭 還有其他社區的弱勢 那我們希望能夠拋磚引玉 大家一起來 針對這段期間可能沒有辦法被關懷到的各個角落 大家一起來用愛和關懷來關心他們 那能夠希望整個社會能夠得到一個良善的循環 大家一起來協助這些需要幫助的人 那各位都知道我們醫療本來不只是醫人 醫病也醫心 我們是一種全人的醫療 我們應用在這個社會關懷的活動呢 我們也是希望是照顧他們的全人全家 所以我們擴大舉行的這個我們的所關懷的對象 那我們總共整個體系合起來有34場的活動 那整個體系提撥了1000萬元的經費 來辦理這些相關的活動 那總院奇美醫學中心這邊有19場 留院奇美醫院有9場 加以奇美醫院有6場 我們預計可以關懷到的民眾 可能總計會達到5000人以上 那我們來注意跟各位很重點式的說明一下 我們大概各院區所辦理的活動 那如剛才院長所揭示的已經有部分的 像海間疾病的一些活動 已經開始在辦理了 還有一些這個我們 包括我們的長照機構 護理機構等等 那我們在總院的一個特色 當然這對急凍症的關懷是 這個是物以餘利 所以也規劃了我們心臟科 會走入偏鄉 我們關心偏鄉的成人 還有學童 我們會做相關的疾病的篩檢 帶著遺棄到偏鄉去進行醫療的服務 那這是目前進行的一些活動的照片 那在柳林七美醫院的部分呢 那除了剛才提到 我們在12月24日有一個大型的活動以外 那我們柳林地區這邊也特別結合這個 區公所會把一些溫暖跟一些地方的團體 把一些溫暖帶到社區 也會進行一些用藥的一些衛教 一些宣導的活動 那當然這個弱勢的物資的捐助 這個是一定要的 那再來到我們介紹家裡奇美醫院 那家裡奇美醫院 那剛才提到的 我們也結合了這個針對 就是北門六區 那針對他們一些弱勢關懷的 那個貧困低收入戶 那他們也規劃了一些物資贈送的活動 去關懷 包括棉被啊 米啊 等等 那也特別針對他們這個月區 還有一些像糖尿病友 腎臟病友 做一些衛教訓活動 也有一些營養補給的一些規劃 所以 從各個層面 希望能夠也照顧到他們的家人 希望能夠這個拋磚引玉進入 能夠讓大家一起來重視這些 那些貧困弱勢需要被關懷的角落 能夠大家一起來 以上跟各位做個簡報 曼東送晚起義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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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頤了 雷